新聞局長陳志平先生已經大家講了 這次他會去每一個新聞界的團體再聽意見 政府亦都沒有一個既定的藍牆去修改這個法 應該修 應該修 或者執行法律局來 哪些地方應該要去研究刪除的增加 我想已經很明確每一個新聞團體和諮詢了意見 以後一個既定的藍牆 我想最好就是諮詢這個過程中大家充分要達意見 我們亦都強調了兩點的重要 一個繼續要尊重新聞的自由 第二個 由我上任到現在 我都很希望能夠支持本書新聞業界的工作 多謝大家